男人十大短命想 一,天中塌陷,高低美 天中在脑门正中,从发际下良知,凹陷,多主破组 严重损伤父母,成人后都遭人贬低,诬陷,不成气 年轻时多遇叠祸,难以成人的多 纵然成人,多不长寿 二,嘴唇不对称,歪斜不正 这种嘴型多难以享受俘虏 嘴巴住60岁后,嘴型歪,住下停破相了 再遇上老婆婆嘴,地包天 吹火嘴,抱牙漏齿,都逐步长寿 三,删根短,鼻歪斜 鼻子是男人的瘦根,鼻子大的信誉强 鼻子歪斜,人品不正 事业就更不用说了,鼻子管着中年时运 歪斜不正如何有发展良好的事业 如果鼻子长得没有气势 删根锻炼,续接不上,主短命 四,眼神有理,米灯,眉神采 眼睛通神器,心气弱得眼神叶弱 犹如眉睡醒一样,看上去没有光彩 犹如光有壳而魂魄不在 所以短命响 如果一个人事物不定 好像没有根一样,说话颠三倒四 离死也就不远了 五,气灼如喘性粗暴 喘气跟出气筒一样,呼呼有风 或者跟农村当年风匣子一样 喘息有声 这种多数不常受,短命患病的多 如果再加上爱生气 办事说话脾气级,性自暴 好冲动,必当不受 六,眉毛粗着散乱 眉毛为饱兽工 眉毛长得清秀的,灵气高 人通心神,也就是聪明,懂事 心晦有灵 则神清气爽,容易长寿 眉毛短促,逆反,性情悖逆 做事莽撞无序,为人混沌不开 所以平时气息浑浊,不能养命养气 也多粗俗不堪,气灼神粗,难以长寿 多粗促死 七,耳伦枯黄,耳珠黯淡发黑,耳无润色 耳朵是瘦根,先天之本 耳朵长得形状差点不要紧 只是说明小时候出生差,吃过苦 但是耳朵气色差,主先天不足,盛其枯萎 则生机难以延续 如果耳朵黑暗枯黄,血不足润 则肾水不能养命,多粗心脏病等早促 八,人中长则瘦长,人中短则瘦短 人中是任督二脉交汇点 统帅犬身阴阳二气,统领齐精八脉 为什么人晕厥等突发事件 多按压人中,刺激瘦位 也是因为人中位置太重要了 人中长不足洗,嘴皮薄 浅露无钩,亦不足瘦 而人中短,也不见得短命 人中处嘴唇厚实薄慢 无痕无治无斑,机主不防受远 如果人中断了,有横稳,有坑凹,多处短命 九,张形鼠窜 走路跟胆小的动物一样,头先脚后 慌张乱窜,或者是像拉末的驴一样 一步一点头往前赶,急急忙忙 这都是短命想 一辈子又穷又短命 你看我应该把洪洞迁送我来 来到香港zed如果要约可 叫你看看 �it鱼 太好了 太好了 你玩东西 等一下 我现在肯定你很像是 可以比方说的多么 其实大家完成 formed